踏進百貨商場美食一級站區花花綠綠的招牌 誰能一秒映入眼簾 攸關消費者是否願意掏出錢包 先醃漬後上烤爐的松板珠 略帶鹹味 口感脆嫩 美食夠吸引人 才能成為逛百貨店的民眾 抉擇消費的關鍵 店鋪顯眼度也至關重要 百貨公司招商美食餐廳 有時為搶下知名度高的店家進駐 或簽下獨家品牌 祭出最大誠意爭取 給出10%以下的抽成優惠 他的抽成大概會落在10到15左右 但是會看各家的業者 所開出來的一個抽成的比例會不一樣 當然也會針對就是配合的 這一些有所謂的業者 進駐業者去做彈性的調整的空間 百貨公司給的條件包括 廣告 樓層 櫃位差別 反過來說 餐飲品牌進攻百貨第一步 就是挑對戰場 會觀察著品牌的屬性 是適合放在美食街 還是高樓層的美食餐廳 樓層的淨品 人流 租金回報率 同樣會影響是否進駐 台中在線百貨大戰 西屯區兩間大型百貨 多年來佔有一席之地 北區西區各有一間 東區近幾年百貨打得火熱 南屯區則有奢華隱成加持 地區決定客員 客員帶來需求 美食業者得先接對地氣 以最匹配的姿態 卡位進百貨美食街 餐廳樓層 才能成功借助人潮帶來前潮 3天新聞 楊晉武宗者陳一姐 台中報導